面对阐述台风 吉安湘公所也是严正以待的 11号中午在召开完防台会议之后 乡长游淑珍就在第九河川局局长谢明昌的陪同之下 共同来到了荣光抽水站来视察运作的情况 并且从11号下午3点开始 针对了乡内土石流浅市区以及沿海区域 展开了预防性的撤离 希望能够在万全的准备之下 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因应参数台风逼近 11号上午吉安湘长游淑珍 在召开完防台会议后 就立即前往了荣光抽水站 勘察基础的运作情形 受到台风外流影响 从下午开始 华联地区也陆续下起大雨 将相公所也针对太昌 福星南华村等三边浅市西流区 及东昌村荣光沿海区域进行预防性撤离 那我们的安置区域呢 我们选择了慈慧堂最新的散房 那已经准备完成 在我们需要医护医疗的这个长辈跟人员部分 我们也安置在博爱居安卢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天然的灾害的一个防治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因为今天花莲县制没有停班也没有停课的状况之下 对于零星回到的家户 我们也会来作为一个留守 来作为一个完成建构 原则上在天黑以前 我们都要把所有的整备工作 来作为一个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整个在吉安乡所有的重机具 43个这个重的机械的部分 还有所有的人员进驻都已经准备完成 我们希望把灾害减到最低来保障所有的乡亲生命财产安全工作 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及风量 在11号晚间也达到停班停课标准 既然向公所严正以待 向掌游淑珍同时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做好防台工作 希望在万全的防灾整备下 能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记者许丽琴既然向报导